這個工作表先怎麼樣呢? 先全部都叫出來 續著點看就是說 到底有幾個有沒有 1到第 我也不知道第幾個 那你續著點看就是把所有的 工作表先都 通通都叫出來 然後呢 如果 如果什麼呢?有個狀況 就是續著 續著 刮弧 這邊裡面給I 那這個I的意思就是說呢 點name 他的name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他的名稱等於什麼?等於第1季的話那表示 這個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說呢 假如說這裡面有一個第1季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就把它刪掉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呢我再打個name 然後enter 記得先打andif 習慣先養成 andif 打錯了 andif OK 然後呢 如果裡面有一個是第1季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 把那一個刪掉 那那一個是什麼呢? 其實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 兩種 就是把 那個叫 schutz I的那一個 schutzI的那一個 或者叫做schutz第1季也可以的 因為我的畫面上好像是 打那個第1季 也就是把這個第1季給刪掉 也就是這個第1季已經存在的話 那要怎麼樣把它刪掉呢? 這地方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直接在那個schutz 第1季後面點下去 理論上應該會出現 沒有出現 直接自己打上去 delete 就是delete這個指令 其實 其實呢 如果說你不知道這個怎麼刪除的話 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是錄字聚集 那你錄字聚集的時候 刪除 其實他會錄一行告訴你 那實際上就是 哪一個工作表 點delete 那個工作表就刪除了 OK 那我們跑跑看 那等於就是如果有一個第1季的話 那就先把它刪掉 刪掉之後的話再新增就不會產生問題了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 OK 再來的話 就是直接按下工作表整合 不過最好是怎麼樣 最好是主行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先在這邊 也是主行來看 按F8 然後 修的點看現在是4嘛 就是1到4 那第1個是不是 第1個不是 所以跳過去 第2個是不是也不是 第3個是不是也不是 第4個是不是